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英朝第23轮最后一场比赛 由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 Old Trafford迎战斯托克城 曼联靠着瓦伦西亚 Antonio Valencia 马萨尔 Antonio Marshall 与卢卡库 Romelu Lukaku的进球 中场以3比0击败斯托克城 取得连赛二连胜 上半场曼联来势汹汹 第9分钟右路的瓦伦西亚 在禁区内直接起左脚 踢出弧线球 破旺住曼联首开记录 随后第38分钟 伯格巴 Paul Puck的 哼传给禁区外围的马夏尔 后者不停手 直接一脚推射破旺 曼联2比0领先 下半场第72分钟 卢卡库禁区内 悲深面对两人包夹 应声升起出小角度后 射门得分 中场曼联以3比0 击败斯托克城 赛后 曼联主帅穆里尼奥说 上半场斯托克城不害怕挑战 并给我们很大的麻烦 谈到最近沸沸扬扬的 桑切斯转会消息 穆帅表示 我没有任何关于桑切斯的讯息 他目前是冰工厂的球员 如果他都在冰工厂 那对冰工厂很好 如果来曼联 对我们来说很棒 如果去其他球队对他们来说也是好消息 我今天只专注在比赛上 不会去想其他事情 第二十三轮过后 曼联以15胜5和3代50积分排在英超地 二落后榜首曼城12分 瓦伦西亚又曼联首猜记录 法新社